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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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下午茶時間 大家想要吃什麼呢 想吃起司蛋糕 馬卡龍 又或者是千層派 好像什麼都想吃耶 沒關係 我們一口氣滿足你三個願望 你想什麼 我們通通便給你 好今天呢 吃點下午茶的時候呢 其實如果你覺得你的螢幕有點髒 還可以拿來聽一點你的螢幕 所以今天我們要做的其實很實用 因為你可以把這樣的小掛件 掛在你自己的手機上面 甚至你可以放在家裡 如果覺得電腦螢幕啊 手機螢幕有點灰塵怎麼辦 好不要急著吃蛋糕 我們拿出來擦一擦就乾淨了 歡迎我們今天首座老師 Maggie老師 大家好 我是Maggie老師 好 Maggie老師剛才有事先跟我講說 我們今天其實不是做羊毛 我們今天做的是比較化學人工的毛 然後所以呢它其實跟羊毛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個是我們是人工做出來 是壓克力毛 對 但是它可以像羊毛沾一樣 利用搓針去把它搓刺出 我們想要的東西 對 那它有就是特點 就是它可以用來做清潔用的 像今天是做成螢幕擦 其實它做大一點的話 它也可以當成是洗碗的海綿 它可以拿來洗碗盤喔 對 這麼實用 然後是那麼可愛蛋糕造型 你捨得去用嗎 對 那就是它的特點 就是可以洗碗 它上洗碗也可以做成比較蓬鬆一點 那也可以就是讓洗澡的那個海綿都可以 老師剛才還有說啊 其實為什麼要用像這樣子 比較可能是化學人工合成的方式的毛去做呢 是因為它可以吸引你的 就是可以有靜電的這樣的一個作用 對 因為摩擦的時候會產生靜電 然後就把灰塵彈開了 對 所以你的螢幕就會變乾淨了 甚至老師也有說 如果你把它的尺寸變大一點的話呢 你拿來當作呢 是你家裡的像菜瓜布 然後呢 拿來清潔碗盤也都是OK的喔 好 今天呢 我們要請Maggie老師先介紹一下材料了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是叫 壓克力毛 好 那這個的話就是 它顏色的部分 我們就像我們今天要做巧克力的 我們就拿巧克力色的 好 那我們再來就最重要的是 像準備像這個小配件掛飾 那我們還有就是搓針 跟工作墊還有錐子 還有就像這個鉗子的部分 好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做我們的今天的作品囉 那我們先把這一個壓克力毛的部分 先做一下分量的動作 那壓克力毛在使用的時候要注意一下就是 它不能太用力去做一個拉扯的動作 不然的話它會是 它會變成反而就是不好使用 所以就是動作都要輕柔一點 跟羊毛不一樣耶 因為羊毛其實一開始都要稍微把它做濕的動作 這個反而不行 就是不能太用力去拉扯它 好 那我們等一下示範給你們看 那我們先折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的是三角形的蛋糕 那我們先折出我們想要的形狀 像我今天先折三角形的部分出來 那我們就是像這樣子斜折的方式 那我們左右去做一個交換 先拉一下 調整一下 好 那到這個尾端的時候 像這裡再把它直接翻上來 翻上來之後呢 我們就是先把這個尾端做一下固定 讓它整個就不會再鬆開來了 好 那我們現在只是先折形狀 再來就是因為它現在整個是平的 我們要把它再推起來 變成是比較立體的 好 那側邊這邊的部分 我們先從兩邊把這個散的毛 做一下包的動作 把這個側邊它的開口比較醜的部分 做一下遮蓋 所以其實跟羊毛的原理也是滿像的 特別是在做邊邊的修整的時候 都可以藉助我們的搓針 對 其實它的作用完全就是 跟我們羊毛沾是一模一樣的 好像這邊弄好之後還換這裡 這裡也都要做一下調整 好 這邊弄好之後 像這裡有些凸出來的部分 你都可以再搓一下 好 那你像這樣 你看我這樣推一下 它是不是就變比較立體一點了 好 那這個立體的部分 調整好之後 可是因為它現在上面有很多 就是線條太過於明顯不好看 那我們就會再上外面再包一次 所謂我們剛才還是會做散毛的包覆 可是這個毛 你不要像羊毛就很用力這樣扯它 你一定要做得很輕柔 然後先把它弄短 那因為這個量多的時候 我們就分兩半 然後我們一樣做交錯 可是動作都是要很輕的 把它扯開來 它的材質比較特別一點 那我們一樣像羊毛一樣 會把它做成這樣 有點絲成散狀的 那如果說像這邊有一團比較明顯 我們可以再做一下扯的動作 好 那這個好了之後呢 就是把它做個覆蓋 我們從正反兩面都要覆蓋一次 好 所以現在我們先從這裡 這一面 實質的搓下去 然後再把它包到側邊來 這個側邊的部分 就是有蓋到就好 因為我們等一下另外一邊也會有 好 那像這邊太多的我們就先把它壓到 另外一邊都沒有關係 然後再換這一面 一樣的動作 如果你不想要你原本包覆的三角形 紋路太明顯的話 這時候其實你都可以稍微呢 在外頭再蓋一層來做修飾 對 好 這邊 剛剛突出去的部分也都要包下來 我們在搓的時候還是要盡量維持是 像它三角形的形狀 所以會有幾個面 你的針都是直直的搓下去 我們的三角形才不會變形 好 那這一面蓋好了 再換另外一面 這個蓋羊毛的動作 蓋那個壓克力毛的時候 好 如果說你覺得不用那麼的多的話 其實像我們剛剛準備的毛 你也不用一定要全部都用上 如果說你想要做一個更精緻一點點的蛋糕的話 你當然毛量是不需要那麼多的 但如果像老師說的 你要做菜瓜布大小的話 當然要大一點貨 對 因為像現在有一些那個 這是叫壓克力材質的毛 那他們有一些廠商他們有去開發成 就是它可以有抗污的 而不是抗油膩的功能 對 所以像他們製作來做那個 就是洗碗的菜瓜布 其實就是可以強調不用那個洗碗精 對 所以它就會變得很環保 所以甚至不用洗碗精下去 它把碗盤一清 也是可以達到 把碗盤洗乾淨的效果 對 好神奇喔 對 這是像那個 他們有些廠商有做這樣的開發 你們應該有看過 像我們在外面 他們會用那種毛線編織的方式 他們去勾出一個就是 也是可以用來洗碗的 那我們這個就是它最原始的材料 所以其實現在環保當道 你如果說不想要拿來當作 是手機螢幕插的話 你可以讓它更加的伸進 把它做大一點點 對 試試看洗碗盤 也不錯 對 來 那我們在搓的時候 隨時要用手 稍微把它捏一下形狀 像這個它的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三角形蛋糕 所以它其實的幾個面 都是比較平整的 所以你的針 都可以稍微比較垂直 一點點斜沒關係 因為我們像如果想 它中間比較緊實的話 你就是針會有點帶斜的 可是如果你喜歡 比較鬆軟一點的話 你可以用垂直的方式 那我們就是要均勻 前面一定要均勻地去搓 這個面大致上都點到之後 就要換位置 一定要記得換 如果沒有換的話 有時候你在同個方向搓太久 它可能會形狀就都變不一樣 好 那再直接再換 好 我們就這樣均勻地 先去把這個 一 二 三 四 四個面 垂直地搓下去 所以其實壓克力毛 跟一般羊毛的原理也是滿像的 你只要搓的針數越多的話 它就會越緊實 對 它還有很大的優點 就是它其實沾得算是很快 很快變硬 那我們現在四個面弄好 之後我們背面這邊 它也是要搓 搓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帶一點點斜針 因為我們今天是做 有點是 三角形的切片蛋糕 它在這一面的話 它是比較有圓滑度的 所以你就是可以帶斜針去搓它 這邊它才會比較有半圓形的感覺 那這邊搓完之後 像我們這個地方 它的最頂端的部分 這邊有一條直線 我們這樣直直地搓下去 你要做出那個三角形的部分 就像這樣子 我們邊搓邊調整形狀 那我們會慢慢地把它的形狀 越來越糾結 像今天我就準備像這個 這是再搓久一點點 像這個本來按下去是很軟的 那這個會搓久一點點 它就會變得比較硬一點 那我們可以自己決定說 像這個作品你喜歡硬一點還是軟一點的 好 如果說像你喜歡像這種程度就可以的時候 你也可以把它就是變搓比較淺層的 那我們的針沒有搓到裡面 它就會變得就是中間是比較鬆軟的感覺 外面比較硬 然後內餡比較的鬆軟 對 那這一個的話 如果說你喜歡就是整個作品是比較扎實的話 搓針你還是要往內再繼續搓 好 那我們主要是表面的毛 你要把它搓到像這樣子 很緊實 很綿密 對 不要一拔就起來 像這個雖然搓了一陣子 可是你看這樣把它馬上就跑起來了 那我們這個作品就會變成是不實用 好 那我們把它搓到像這樣子 比較固定 然後毛的部分 其實它才是軟軟的 好 但是如果說像我這樣子就好了 我們就是比較集中表面 把它比較突出的部分 可以再做一下修飾 那這個機體的部分 就是差不多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後面的小裝飾 那表面的部分 我們就取白色的毛 我們直接把它疊在我們要的位置上 那這奶油的部分 你可以看你的需求 想要厚一點 或者是薄的都可以 那這個在搓的時候 你要淺一點 好 不要搓太深 不然白色的毛 它就會都會往下面 陷進去 好 那我們會搓很久 都能發現白色的奶油 還是沒有辦法融合再上 可以稍微拉一下邊緣 把它整個都鋪滿 把它整個都鋪滿 那邊緣的部分呢 我們就會適當的再去補一下 對啊 你看如果還有一些 可以看得到透色出來的話 你還是可以再加一點點 壓克力毛 然後你其實搓的時間 越久呢 基本上它會更緊實一些 對 摸上去不會那麼毛躁 對 那我們就是用輕搓的 就是把這個毛的部分給加上去 那這個的話會需要花一點點時間 那它才可能跟下面的那個毛 它會沾得比較緊實 那表面的毛 因為它我們是剛新加上去的 所以它會慢慢的慢慢的 才會有一個比較平整的效果 好 那但是如果沒有搓很緊實 它也有這種蓬鬆的感覺 不太一樣 好 那這一個結合上去之後 好 側邊啊 那因為像我們是要把它切 切開裡面有夾餡的效果 那看今天你要加的是白色 或者是像我們今天也可以把它換成是粉紅色的 把它做不同的夾心的效果 那我們今天就像比如說 我先換這個粉紅色的毛 然後我們把它因為要捆在邊邊的部分 我們把它稍微拉一下長度 先測試一下這個長度夠不夠 我們盡量可以就是可以繞一整圈 這樣是最好的 那如果說這個長度是可以的話 我們把它用手稍微做一下揉緊 這樣會比較幫助我們在固定的時候 它不會跑出去太多 好 來 我們在上面再把它捏一下 捆在邊邊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放側邊 這個切片的部分 這個線在放的時候不要拉太緊 不然它整個在縮的時候 它會整個好像腰帶一樣束住的感覺 好 所以就這樣很自然的 讓它這樣子放在這個位置上之後 也不用特別去拉緊它 所以基本上還是按照它原本 具有的這樣的鬆緊度 去把它做沾黏著好 然後可以繞一圈 反正如果毛不夠的地方呢 我們都還是可以再繼續追加的 沒有關係 對 好 先拉一下 因為我們把它連長一點點 像這樣鬆鬆的也長得比較像真實的蛋糕 不要真的好像縮成了一小條 好 先固定位置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調整 它的整個粗細度 它就是做沾緊的動作 而且壓克力毛好像跟羊毛比起來 真的更容易塑形耶 也更快就可以達到你想要的緊實效果 不用像羊毛有時候要真的戳好久好久好久 才會塑形 對 但是因為像顏色的部分選擇性比較少 壓克力毛選擇的顏色可能沒有像羊毛那麼豐富 對 然後我們像這個兩段的部分 就把它直接再接在一起 那如果真的疊在一起的部分 變得太粗 太厚的時候 多的部分你要把它拔掉 不要把它留下來 好 那我們先整個繞一圈之後 其實就是把 如果說覺得這個太粗的時候 你的針可以斜斜的 把它從左右兩側 縮小它的細 讓它變細一點 好 那我們再搓一樣 跟剛剛那個毛一樣 我們要記得輕一點 然後表面一點 不要搓太深 不然太深的話 它整個會陷下去 會讓它整個嵌進去 對 因為你會它跟著搓針的位置 如果你搓到很裡面 它就會跟著就是跑進去裡面 好 那我們可以再稍微 因為這樣搓的時候 有時候形狀會變 那我們還是稍微調整一下 這個框上去之後 就是我們可以再做的話 就是其他的小裝飾 那我們在上面的話 比如說像我今天要做草莓蛋糕 那我們在上面要做出草莓的效果出來 那我準備的話是紅色的 辣克力毛 那我們的草莓 因為現在東西比較小一點 對 那我們就是先可以 如果說你想要三顆都長得一樣的話 你可以先做一下分量的動作 毛量要一致 對 這樣比較不會說 會有的做得比較大 有的比較小 好 那我們就是一樣先揉一下 因為它比較小顆 我們可以稍微揉緊一點 這個也一樣 像這個顏色你也可以做櫻桃 也很可愛 而且現在要做的是 比較精緻一點點的裝飾了 你看我們成品這邊的小草莓 好像真的一樣耶 因為老師還特別貼心幫它加了一點 綠色的葉子在頂端 所以乍看就真的好像草莓奶油 看起來很好吃 好 來 揉好三個小小球之後 我們直接在那個上面做沾畫的動作 在搓的時候你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因為像剛剛我們是揉成圓球 可是你在搓固定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把它調整就是比較長一點 這樣才比較像草莓切一半的效果 那我們先定一下位置 再 那草莓的話我們可以把它稍微都堆疊在一起 比較集中 那一端比較稍微尖 尖一點點 可以把它搓出去一點 對 我們再換這三個 我們可以三顆幾乎都是黏在一起的 但是呢 再用搓針稍微調整一下它的形狀 記得尾巴煎一點 不然真的會很像櫻桃 好 那這個紅色的草莓放上去之後 因為我們剛剛只是先定位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 還是要稍微就再繼續搓一下 搓的時候 因為如果你草莓想要膨一點的話 你就要帶一點點斜斜的搓法 這樣它才會維持住它的那個 比較膨的感覺 那如果你都只有直針的話 那草莓它整個就會變比較扁平 對 好 如果你要做3D的草莓 要記得在側針 下手也要重一點 不要只是往上斜的也要多做幾針 好 那我們再把它前端的部分 可以再加上一點點綠色的 做出它的葉子的感覺 把它加一點點綠葉就會看起來更逼真 對 那這個量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如果說真的覺得太多 你就是往下再把它擠下去 把它壓進去一點點 讓它不要呢 可能葉子比草莓大 這樣可能就沒有那麼好看 所以比例的分配大家自己拿捏 對 好 那因為它現在3顆的部分 我們把它擠在一起 那這個草莓的部分放上去之後 你可以在它的邊緣做一下 就是那個捲 捲奶油花的感覺 好 那這個量就少一點點了 我們一樣是用手先把它做一下捲緊 這個要稍微把它捲更緊一點 那我們手上先做一下這個旋轉 繞的效果 把它整個扭在一起 它扭的過程中它就會變得有點 捲在一起的感覺 那這個時候你就把它放在你想要的位置上 好 我們先把它這樣子捲上去之後 開頭的部分 先把它固定住 那我們再把後面尾端再繼續繞 故意把它捲得歪七扭八的 不要是規則的 對 那你看這樣捲完它只能 這個螺旋狀的部分 我們剛好把它這樣子固定下去 那就會做出那個比較奶油擠花的感覺 對 尾端部分你可以把它直接藏進去裡面就好 擠花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看你想要擠到整圈 或是想要這樣側邊一點點就好 局部的 對 那這個好了之後 就是再檢查一下看 這羊毛的 你壓刻點毛的部分的話 是不是都可以了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才來加後面的小裝飾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要用到的是那個 那個踢針 那踢針的話 它比較 是一個鐵製的東西 怕我們在搓的時候 不小心搓針再搓到它 會比較危險一點 可能會斷掉 那我們如果說像這樣子都可以的時候 我們就是來用踢針把它給穿起來 然後加吊飾上去 那我們辅助一下用的是這個椎子 那我們如果說這樣 這樣子都可以的時候 我們就是來用梯針把它給穿起來 然後加吊飾上去 那我們扶助一下用的是這個椎子 直接在這個的底部 鑽洞上去 然後就穿到我們想要加那個 調環的地方 好 那我們再旋轉一下 讓它動會比較明顯 那我們這提針的部分呢 就直接這樣子 穿過去 那我們提針準備的是比較短一點的 因為像這個 我會故意讓它稍微再拉一下 可以到頂端 再摺一個小彎 讓它是不是不要再彈回去 這裡因為它的提針 它的底部會把它的毛給勾上去 凹進去 對 我們就是再把這一個 挑起來 好 這個就不會凹入一個洞 那我們再來把這一個做一個旋轉 我們把它直接再轉出一個就是我們的小環 這個小圈圈 對 我們這個小圈圈把它加在頂端 我們再輔助一下就是用這個 這叫C圈 我們把它前後打開來 然後我們勾上去 然後這個是手機身 這樣這邊有一個洞的部分扣過去之後 再把它前後 合起來 那我們的作品就完成囉 登登 透過Maggie老師的巧手呢 立刻又變出了一個巧克力草莓蛋糕 然後呢上面呢 仔細看有沒有 它有一圈一圈 一點一點的奶油在這邊邊邊 然後上面還有三顆的小草莓 一點點的綠液 小綠葉去點這一下 就很可愛 甚至看上去就真的有沒有 好像一個小蛋糕 一口把它吃下去 好不能吃啦 它是螢幕擦 好就是今天呢 我們用壓克力毛 不是羊毛去做的 這樣小巧可愛的螢幕擦 謝謝Maggie老師 好希望大家可以在家裡面 不妨做做看我們的甜點饗宴 是不是很可口呢 我們逗逗快樂學堂 下回再見 大家掰掰 好看